看到一些别的剧粉都在说自家剧配角阵容很多眼熟的中年演员 玉古瑶这里则一直主推肖战 还以为玉古瑶班底平平 而近日玉古瑶配角阵容曝光 网友瞬间发现这剧配置真不差 眼熟的演员也是太多了 下面简单来介绍一下 超一线演员 当红顶流明星肖战主演的古装虐恋仙侠剧这句话 其实已经让这部剧赢在了起跑线上 新一代演员任敏 王楚然 卢玉小 方一伦 王子齐 李明德 叶盛佳这些看似新人 但实际上也基本上都是演过男女主戏的正经演员 不是那种演第一部戏的选秀爱豆 出圈作品 将军在上 清平月 看得出来 古装扮相初挑 属于非常鲜的类型 男三演员王子齐 你给我的喜欢 白与流星 黑白密码一番 只是结婚的关系 遇刺小五座 猜猜我是谁男主 李明德 如此可爱的我们 少年寻抚一番 卢玉小 时光与他 恰是正好一番 其他主演父母被演员 时影父亲空桑皇帝演员何盛明 何盛明大家都知道吧 当年的宫所新玉 和宫所株连里的雍正帝饰演者 近期的话也有山河月明热播 他饰演的珠彪也是颇得认可 看他的古装扮相和演技 古装帝王角色和他适配度也是超强了 效果应该不错 寒动饰演时影叔父 亲叔父 哦 也是师父 九一山大私命 自小把他拉扯大 对时影非常庇护 按援助还帮他清除了时宇 送他登上空桑皇太子之位 但是结局可能比较悲催 死于非命 曾离饰演时影的母亲 皇后白烟 可惜属于不得宠 夹早是类型角色 最关键是这部剧主扛颜值在线 不需要同组艺人让装什么的 所以 大家看起来 都可以各自发挥自己的颜值 相信聚播了之后 必然是赏心悦目 最后 期待官宣 具体人物以官宣为准 吃瓜愉快 OK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部剧的播出 咯 我会议不必须 我会议不得宠 这部剧主扛颜值的 顶部剧主扛颜值 是最大的剧主扛颜值